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佈了 今天我們來到西方國家看風水 很多人都知道支持者 都很想了解 其實在西方國家的風水學裡面 是否根據第一 第二 擺設的東西 是否真的會影響到很多的問題 例如健康之類的東西 好 今天我們來看這間屋 我帶大家看這間房間 最重要的一間房間 進房間之前 就有一個抽象畫 就是有兩盤的假花 其實在我們中國人的假花是有兩樣東西 第一 比較新鮮 比較有生氣的意思 有些人放真花 就更加好 有些人不可以放假花 甚至真花 有些人只可以放真花 亦不可以放假花 放假花 尤其是向正大門口 不是大門口 即是房間門口 可能會令到男主人或女主人 外面有外遇 都會影響到這樣的情形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你們明白嗎 所以說假花 最好盡量不要放在門口的旁邊 大家記得 千萬 如果不是 真的會影響到 但有些人就不會影響到 有些人 他的命硬 甚至乎他的印定來說 就沒有這樣的事 因為在西方國家 他是不理你的 通常這些東西 他是沒所謂的 他只是去美觀 去靚就可以了 所以要記得 所以在西方國家 擺的東西 是不是有這樣的根據 或者是用我們中式的風水 擺下去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可能會惹陶化 第二來說 亦會令到 如果在西方國家的人擺風水 這兩盆花 就會影響到 兩個人 經常都可能有多少爭吵 都會影響到 所以你沒有說不相信 好了 我們今天講字這麼多 下次我們再談 拜拜